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过数学界的两个最高奖项 菲尔兹奖和沃尔夫奖 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和正质量猜想等等 他的工作深刻变革并极大拓展了偏微分方程 在微分几何中的作用影响遍及拓普学 代数几何 表示理论 广义相对论等众多数学和物理领域 哦 杨老师 您接下来是不是要介绍一下这些成果 比如卡拉比猜想和正质量猜想是什么意思呢 回答是 我也不知道 以我的数学水平 无法评价邱成童的成就 但无论如何 称邱成童为数学大师肯定是没错的 我也不是谦虚 不久前 我就向大家解读过杨振宁的科学成就 现代物理学啊 我可以说是略懂一点 不用另情高明 就能谈笑风生 讲不少 而现代数学呢 我了解的就少得多 在数学专业人士面前 完全属于naive 什么都略懂一点 生活更多彩一些 邱成童如果讲的是前沿的数学研究 那我恐怕只能不明觉厉 进而远之 不过啊 他这次来科大 讲的是数学历史大纲 哎 这个标题啊 一听就很亲民 对不对啊 是啊 我想我阿璇学数学大概也有17年 学了17年数学 还能听不懂这次报告吗 于是我和阿帅都决定去一睹大师风采 果然 全校的师生也都觉得这个报告很易可赛挺 在2019年12月28日的下午 虽然我刚从26日北京的中国制造日直播 和27日上海的长征五号复飞直播 回到合飞 屠着疲惫的身躯 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报告场地 也就是啊 我的办公室所在的里花大楼的东三报告厅 却发现 提前半个小时就已经没位子了 连地上都坐满了 工作人员把我们疏散到了旁边的西三报告厅 看大屏幕直播 好吧 我对此毫无意外 2016年 诺贝尔物理事长得主丁兆忠来科大做报告 同样也是水泄不通 我同样也是被挤到了另外一个厅看直播 邱成通一开场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我本来以为啊 他会从古希腊开始讲 没想到 他一上来讲的并不是数学史 而是他来做这个报告的动机 什么动机呢 我稍微简化总结一下 中国的数学 近四十年来虽然进步很大 但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仍然是以解题为主 很少有自己提出问题 自己找寻数学的主要方向的 诶 请大家仔细想想啊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数学成果是不是大多都属于解题呢 例如最著名的陈锦润证明了哥德巴哈猜想中的一加二 数学爱好者还会知道一个传奇的例子 一位中学教师陆加西解决了组合数学中的 扣克曼系列问题和斯坦那系列问题 在基劳成绩去世以后 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这些成果当然都很好 尤其是他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研究的精神 更加令人钦佩 不过啊 内行就会知道 对研究来说这还远不是最高境界 开创一个领域 提出问题让别人来解 比在别人开创的领域当中解决别人提出的问题 显然层次更高 邱仁彤认为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啊 大概就是对数学的渊源不够清楚 然后他提出了一番严厉的批评 中国的数学式研究过于关注考古 集中在中国古代数学的断指残章 对世界数学发展的渊流并不清楚 往往夸大中国古代的贡献 有如当年义和泉认为中国武术 胜过西方的船坚泡利 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背景下 一般学者不知道世界数学的历史背景 所以宏观思考不够 开创性的思想不足 这个批评对不对呢 请大家仔细想想 平常见到的中国数学式研究 是不是大多着落到中国古代数学多么多么厉害 着落到唤起民族自豪感 实际上内行早就能看出其中的问题 我对数学远不算内行 但在调研了一些资料后 我都能看出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远不如古希腊 因为古希腊提出了公理体系 逻辑证明方法 从少量的公理 严格推出大量的定理 这是数学的正道 现在所有的数学家都是这样工作的 而中国古代的数学呢 没有公理体系 研究的大多是如何计算面积 体积 比例 等实用问题 在层次上就相趋甚远 中国古代数学确实产生过一些解除的成果 例如祖冲之把圆周率算到3.1415926 但缺陷在于由于没有公理体系 这些成果都是孤立的 不成系统 难以进一步发展 而且由于缺乏论证 还经常失传 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方法 我们现在就不知道 因为被看不懂祖冲之著作的学生传丢了 因此对于数学史以及任何历史的研究 我认为根本出发点都应该是实事求是 而不是作为获取民族自豪感的工具 实际上我对中华文明非常有信心 但我的信心来自我们真实的成就 未来的前景 而不是虚假的成就 夸大的宣传 真正重要的是现在努力 争取将来做得更好 而不是去争祖上先前阔 看清以前的缺点 现在才能走对方向 如果一个人不敢承认事实 只有从歪曲宣传中才能得到自信 那这种所谓自信 岂不正是自卑吗 关于这些问题 我以前就讲过很多次 欢迎大家去看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 邱成彤跟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同样的看法 顺便说一句 邱成彤在演讲中多次提到 我们中国人 虽然邱成彤的国籍是美国 但他在文化上感情上显然自认是中国人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愿意直言批评中国的弊端 因为他觉得自己对中国的发展负有责任 因此他最近发起心愿 希望大家努力了解世界数学史 尤其是18世纪以来的发展 这些大数学家的思维影响至今 得 他的时间起点一下子从我预想的古希腊跳到了18世纪 虽然是300年前啊 但其实呢 绝大多数人都不懂300年前的数学 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懂微积分 然后呢 他说啊 这次报告的截止时间是2000年 因为历史上有许多数学工作 在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现有错 因此啊 2000年以后的工作啊 像佩雷尔曼对庞加莱猜想的证明 和张义堂对卵生之处猜想的突破 这次就不讲了 接下来的近一个小时啊 是我人生中经历过的信息密度最高的时间之一 黑客帝国当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 你要一睁眼说 I know Kung Fu 听邱重彤传功以后啊 我的感觉就是 我懂数学史了 当然了 只是略懂 略懂 我只是略懂 你懂 你是深藏不落 邱重彤从费马和牛顿开始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事 非常简洁的回顾了 从那时到2000年 数学所有领域的各个重大成果 这里的关键是所有领域 大家平时很习惯听人家一个领域的进展 但有资格讲数学所有领域进展的人 显然全世界都寥寥无几 邱重彤就是一个 在这里啊 我不打算详细介绍邱重彤讲的内容 因为大多数人都听不懂 我在看直播的西三报告厅 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儿 听着听着就有人起身离场 陆陆续续就走了不少 显然啊 这些人是被硬核的内容割了牙 摆下了前面拼老命抢位子 不过啊 东三报告厅的人告诉我 那里就没人走 也许是不好意思在邱仁陀面前离场 此外呢 原本有许多人挤不进去 还在场外等着 在有人离场后 他们就填充了进来 结果呢 到演讲结束的时候 两边又都是水泄不通 哎呀 我就属于割了牙的同学 但还是坚持听我的 我想着 说不定下一页PPT我就能听懂了呢 对于实在好奇演讲内容的同学啊 等到科大官方发布视频的时候 我们可以转一下给大家 令我感到最有趣的是 在邱仁陀提到的数学家和研究领域中 大部分我竟然都略有所闻 真正完全没听说过的 是很少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 要感谢我最近对庞仁陀猜想 和卵生之处猜想的调研 2018年对黎曼猜想的学习 以及读博士的时候 对数理逻辑的自学 每做一份努力 即使你最初的目标不一定能达到 也可能在以后的某个时候给你带来好处 这是基本的道理 邱成童总共介绍了200多位数学家 其中华人只有不到十位 真是叫做屈指可数 由此可见 从18世纪以来 中国对数学的贡献实在是不大 远远低于我们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当然了 只要是学过数学的人 都很容易理解这一点 因为明白着嘛 数学教材上的人名 绝大多数都来自外国嘛 那么这200多位大数学家 主要出自哪些国家呢 法国 英国 德国 美国 俄罗斯 都是传统的数学强国 值得一提的是 瑞士的欧拉 一个人就可以顶很多人 它的成果之多 领域之广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有一个国家 传统上远不是数学强国 但奋起直追 现在已经相当强了 这个国家就是日本 邱成彤提到了十几位日本数学家 这个数量啊 大约是中国的两倍 我想呢 这足以说明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邱成彤演讲后 与科大学生的问答也非常有意思 对许多人来说 从这里能学到的东西啊 可能比从演讲中学到的还多 有趣的是 在提问者当中 没有人抬杠 说中国数据金很好了 看来呢 对于邱成彤的基本出发点 大家都是赞同的 那么我就来 帮大家把这些问题问出来 第一个问题是 如何通俗的证明 复数的欧拉公式 也就是e的iX次米 等于cosx加isinx呢 邱成彤的回答是 用极数展开就可以证 但是没有通俗的证明 我为朋友提了一个自认为通俗的证明 但我听了十分钟都听不懂 我们不需要一个结论有通俗的证明 只要会用就行了 第二个问题是 数学越来越复杂 分支越来越多 会不会导致学生一辈子都到不了前沿 于是数学的发展就停滞了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 而且听起来很有深度 但邱成彤的回答 一下子令全场大笑 你没学就会胡思乱想 真正学了就不难 例如刚才说的欧拉公式 数学家都能证 随手就能写出来 因为知道它的基本思想 又如我现在去看古希腊数学 我不见得都知道其中的内容 但我真去看肯定能看懂 因为我知道它们的基本思想 第三个问题是 我带一位朋友问 看教材和看论文的时间 该如何分配呢 也就是说应该多打基础呢 还是多看前沿呢 邱成彤的回答 又令全场大笑 你要学就好好学 不要替人家问 我严重怀疑 邱成彤是不是知道 那个经典的表情包 第四个问题是 杨振宁对中国的科学史研究 也有很多批评 认为有太多该做的没做 邱成彤的回答是 学历史是为了未来 不是为了过去 清朝号称很重视数学史 但他们研究的 只是九章算术之类的古书 对数学的潮流一无所知 这是数学史最大的失败 第五个问题是 我在媒体上看到 您近些年来 用微分几何开发的成效算法 用在了CT扫描上 能不能介绍一下呢 邱成彤的回答是 你看我们的论文就可以看懂 像人脸识别和生物学 都可以用几何来做 第六个问题是 您提到的都属于基础研究 而工程问题 好像很少有伟大的科学家来问今 是不是应该鼓励科学家 研究实际的应用呢 邱成彤的回答是 这是很大的误解 其实很多大数学家 都对工程有很大的贡献 前面这些问题似乎都水了点 第七个问题 一听声音 我就知道是阿帅同学提的 而且堪称全场最有技术含量的一个问题 我替阿帅问一下 我看过一点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 请问您对学生了解数学历史和文化 还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籍著作 邱成彤的回答是 中国写的数学式著作都没有太大用处 西方写的好的也不多 总体上都很难 唯一的著作也许值得推荐 第八个问题是 您是如何走上数学道路的呢 邱成彤的回答是 我从小就喜欢数学 所以选择数学是自然而然的 总有人觉得数学难 但我走路的时候都可以想数学 我就不觉得数学难嘛 第九个问题是 我想学习数学 但我的视野有局限性 不知道该怎么去学 邱成彤的回答 又领全场大笑 这是你的心理不行 你觉得自己不行 那就肯定不行嘛 只要你真正去学很快就行 我想在这里注视一下 我以前在黎曼猜想第一期当中说的跳蚤效应 正是这个道理 第十个问题是 听说您支持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 而杨振宁反对 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邱成彤的回答是 我只说一句 只要有好的科学家来中国 对中国就是好事 其他的 你们自己去想 第十一个问题是 未来数学如何推动物理学的发展呢 邱成彤的回答是 数学和物理一向不分家 历史上 往往有物理学家的数学基础不扎实 搞不清自己在做的是什么 数学家把他们搞清楚了 例如广义相对论 现在量子力学的基础还不清楚 广而言之 数学就是寻找规律 无论对医学还是社会学等等 数学都很重要 只要能找到规律就很有用 第十二个问题是 数学变得越来越形式化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抛弃形式 去直接理解本质呢 邱成彤的回答是 这是很多人一个很大的错误 数学必须要写下来 写下来才能理解 年轻学生往往喜欢大谈哲学 实际却写不下来 说明他们不懂嘛 现在有些人讲 小学教育不需要背惩罚表 这真是荒谬 总写的东西是要背下来的 不背惩罚表 怎么可能理解数学呢 形式化绝对是避免不了大 这也正是数学一个伟大的地方 后面还有很多同学想提问 但由于时间限制 这场报告就此结束 最后啊 我来向观众出一道趣味题 一 邱重彤提到的以下这些科学家 都在我的文章或视频中出现过 请问 你知道他们当中的多少呢 费马 帕斯卡 牛顿 欧拉 高斯 黎曼 庞加莱 阿贝尔 华尔斯 迪利克雷 哈达马 瓦利普桑 埃尔德什 塞尔伯格 辛格 埃尔斯坦 格罗斯曼 西尔伯特 冯 诺伊曼 戈德尔 孔涅 陈醒生 炮利 杨振宁 米尔斯 阿帝雅 戴森 维纳 郎道 湘农 图林 邦比利 庞罗斯 霍金 克尔 威腾 总之啊 学数学使人快乐 学历史也使人快乐 学数学历史就是双倍的快乐